基隆市八斗子漁港漁船停泊位置嚴重不足 讓漁民們以及基隆區漁會都很困擾 突堤碼頭來增加那個船席位 因為現在外來船隻太多 所以我們船席位不夠 雖然基隆區漁會早在八年前就提出 增建八斗子漁港突堤碼頭的建議 不過八年來音訊全無 因此向立委林佩祥陳情 林佩祥特地邀請漁岳署長張智慎 市政府產發處長林鼎超等人 到基隆區漁會聽取漁民和漁會的心聲 漁岳署也表示 將在三個月內研議新的突堤碼頭的位置 立委林佩祥則表示 可以給漁岳署四個月研議新建突堤碼頭的時間 但是什麼時候可以完成呢 漁岳署表示 一切順利的話 預計2026年就可以完成 如果說一切順利 有沒有可能在2026年會完工 完工 對 2026 什麼機會 2026 2026可以啊 2026可以啊 今年是2024 對 2024 那就是一切都要很順利 對 我也會 除非天氣問題 不然如果人會上面 我會幫忙 我們記得把這件事拿出來講 我如果這件事情 我既然敢提 我就會盡確立方法 後年 能夠順利的話 我們會在 我們巴豆子會有個新的突堤碼頭 這個突堤碼頭的建造 跟必要性 是因為說 在颱風天的時候 我們有很多漁民 因為我們突堤碼頭 有一個駁位不足 所以 紅胎來的時候 很多時候船隻會受到損害 那有一個多一個突堤碼頭的話 會幫我們的巴豆子魚港 多了不少駁位 而且平時的時候 其實也有很多外縣式的船 會停靠在我們巴豆子魚港 所以佩祥今天 跟我們 我們一會的理事長 跟我們漁業署署長 大家達成一個高度的共識 我們會盡快 來去在巴豆子 再多建造一座新的突堤碼頭 雖然過去八年 我們沒有機會 這個工程是被炎淡了 不管什麼原因被炎淡了 但是從現在開始 我們基隆 我們中央跟地方 都會一直一起努力 佩祥會跟市政府 跟漁業署 跟漁會 盡全力合作 去加速 幫我們漁民 保住我們的財產安全 讓這個突堤碼頭 盡快在我們巴豆子魚港 能夠出現 新的突堤碼頭位置 預計將建在原有 突堤碼頭 平行的地方 長度會在100到150公尺之間 基隆區漁會和漁民代表 都非常感謝 立委林佩祥的幫忙 希望突堤碼頭 早日興建完成 解決漁船停泊位不足的問題 記者 吳俊松 基隆報導